2024年4月19号 5点50 下午5点50 17点50分 我在北京西城的牛街一带的轿子胡同 轿子胡同的旁边是一个东西向的输入胡同 通过这个输入胡同 可以 由东往西 到这个牛街 这个输入胡同呢 是一个东西向的胡同 并不太长 但是呢 输入胡同里面 卖牛羊肉的比较多 这里 有街情侦牛羊肉市场 在这个市场里面 地下室很大很大 非常大的牛羊肉琵琶市场 营业时间是早晨七点到晚上七点 可以简单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市场 牛肉羊肉 各个部分全都有 什么价位的都有 内蒙的也有 内蒙的也有 南儿的也有 看看 看看 很丰富 穿成串的也有 各种各样都有 有的在穿串 看看 看一看 有的是老字号 有的是好多年了 看看 各个部位 毒 头 金 大串 小串 腿 很多商户 包括烤串的烧烤的 都是从这批发 都是从这批发的 这就是牛街的青植牛羊肉批发市场 号称在北京地区 至少在主城区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市场 还有各种调料 各种各样的调料 调料市场 主要是针对蒜肉和火锅用的 行了 从这上去吧 说一说呢 这儿的肉比较新鲜 不用担心造假 看看 这外面也是 有的是老字号的店铺 这边还有很多网红的店 包括这个烧饼 你看看 排着队 排了很长的队 至少有30多个人 为了吃这一口 很多人 几十公里之外 开车的来这儿排队 说一说呢 牛街是一个美食集中营 从原料到半成品到成品 包括外卖 包括糖吃 从主食到饭菜 应有尽有 这是全北京吃货的集中营 这也是老北京 美食的集中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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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